总统赖清德抢在行政院和监察院前面提出示线 而且在示线结果出路前 不会到立院进行国情报告 正式对立法院表达呛声 在中华民国史上 唯独赖清德总统 做过这样一个违法违宪的事情 而一个国情报告 更是赖清德总统过去在参选总统期间 对人民共同的承诺 国民党所开的记者会 还是一样一派无援 根本不了解他们自己所写的法案长得怎么样 在诚信性的违宪上面 我们总统会有和其他的实验文 比较不同的就总统的地方 事先按下阶段战场将转到宪法法庭 传出国民党将派出立委翁小林 吴宗宪出马 可是大法官几乎都是由总统提名 网友几乎一面倒大酸 养狗千日用在意时 士大夫没风气也不是一两天的事 党都定掉了自己看着办 少来了什么维护民主宪政 大法官敢不敢造反 甚至以下结果可想而知 这个到目前为止 没有通知我们任何的 今天早上我也有问了一下 翁小林嘛 那翁小林说没有啊 他也没有被找 身为法律学者 那么大人如果说国民党团 有需要我们作为国民党党团的一份子 我们一定会尽力的帮助 而全力以赴 只是民进党搞视线 等于在跟在野党宣战 时事评论员夏寒冰谈话 既然总统抢当斗鸡 必要时可以寄出 冻结预算的杀手件 要看这整个大法官这边的方向而定 那我觉得到最后 如果大法官跟賴清德 证实是一丘之合的话 那我觉得在野党 也该出手的时候就要出手 必要的时候也是要使出杀手件 身高朝野对立气氛 也被解读是要为罢免禁止 仇恨动员 选拔法是不是该修 是应该修的 希望我们能够透过修法 让国家变得更好 国民党团领修选拔法 提高罢免门槛 避免绿营发动恶意罢免 一个国会改革事先案 不只是朝野角力 更被当成是 二零二六选举动员练兵的前哨战 记者综合报导